烏龟的血啊 对 这是据他传说的 可以吸他的精气神是不是 精气神我就不知道吸神 吸的是精神 不是可以吸血 没有 我跟你说 格局也是很重要 我希望我们看会在无鬼位的地方 帮你处理 这等一下请老师讲 有可以补充 他在那种鬼位的地方 帮你放一些不同的东西在 所以你建筑物其实外观很好 可是你内部的格局 假如被人家动手脚 那就会跟着人家 我跟你讲 这个不用老师补充 我来补充 好 这边他讲 他讲那个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他做的是什么工作 他就做室内设计 他的专场是室内设计 所以你的办公室 他在设计的时候 你都没有用户啊 所以你要找室内设计 是装潢是要小心 那江老师 你看过很多的地方 有没有觉得你 最特别难忘的一个案例 其实我来补充一下 刚才他们提到 其实都一些煞的问题 其实风水的煞 影响到一些企业 勾心动摇的问题 那我这边举个例子 当时就是我们这个教育部 教育部 外教部 常出问题 常出问题 常出问题的时候 后来他们进去看 到底怎么一回事 结果 他对面这边有盖一个 盖了什么汇管 形式一个猫头鹰的嘴 尖嘴 尖嘴上 台北宾馆 台北宾馆 对 那会是非多吗 因为猫头鹰嘴巴是尖尖的嘛 那他正前方开个口的话 就主是非口舌官司就比较多了 那其实正常是应该这个旁边应该是还有这个国民党总部 在他的右手边 刚才白虎边 白虎高昂 你内部人是会出问题 所以刚才刚刚讲说白虎嘴不是白虎嘴 应该是白虎开口 白虎开口如果对一般居家来讲的话 可能要出事 可能会生病或是死掉 但对企业来讲白虎开口就是要吃在对方 就是企业在斗嘴的时候 他们用很多的煞 包括壁刀 包括什么剑煞 把对方的企业打倒 都用外形 才把菜刀 所以适合做生意的 不能走这个政府机馆 对 在那个政府机馆 基本上我们可以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跑在这儿 我们就常常有听说 就是说早期 因为他如果请个宪兵 有个宪兵在里面 然后那个脸 然后呢 他们那个早期的时候 因为他后来是后半段 那个部分有重新装潢过 在还没有装潢过之前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是潮湿 然后也没有整理 因为那时候的经费不够 那以前的时候 那个县兵就 有人在外面就 就常常有发现到两个状况 一个是什么 就是当你在走到后段的那个地方 因为后来他们有一些 也把一些东西都当仓库来用 那当阿兵盖去拿东西的时候 就常常会听到有那种叹息 跟那种小 对 对 就是大白天 就是白天的状况 晚上的时候 因为他外面上 有一些花园花圃 那很漂亮的 花园花圃 那晚上的时候 有人也看过 有这样一个班的 那个日本兵的白色影 在那边巡远 白天看到 晚上 晚上 就是晚上 就是晚上 晚上这样 后来之后就曾经有过 就是说 比较懂的那种 就是有传说 比较懂的那种 像县兵那种 就在里面之后 想把去超渡看看 这样子 所以到后来之后 一直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才没有 就是把后半 就后厢房那个部分 就重新装潢过之后 来作为给外宾的 这样子招待用之后 这种装潢才没有 是哦 你看我们这建筑 你看 一个政府单位 这是早期的蓝头县政府 你看以前很少 蓝头县政府 有出什么事的 后来呢 921大地震之后呢 蓝头县政府 921大地震之后 出什么事 再休息一下 你刚刚那个是做的 就有点 对 他来看 也是你去 很老实说 蓝头县政府 921大地震以后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蓝头县政府 后来改建 就是改成这样子 这个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形体很特殊 对 前面看 你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正面看的时候 可以像一幅棺材 正面棺材的前面造型 这个建筑 棺材头 这个棺材写个符 这个瘦 这个位置 那这个形体当中 它最主要是 它这个就用做了一个藏廊 这个藏廊是一个采光罩出来 为了之后闭 如果你只到那现场 不看外观 你不看到这个大的针 你只看个小 就用棺材抬得要抬出去 所以从开了这个之后呢 你就知道 他们这一个点之后 你看 红白线 就开始诉讼 现在这边 每一届的 这一个县长 都要很小心 如果没有去完全化解的时候 相信这里面产生的 一个官司诉讼会不断 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情形 所以说一个政府单位 不是建筑没有关系 它只要设计出来 一般都只讲究到美 没有讲到风水的形状 所以风水的形状没有注意好 它的生命力就会产生 而且这里面会代表 这里主事的人 他的思考模式 因为这里面住在这种房子的人 就会那种局度的不安全感 你每天来到这上班 那种局度不安全感 你们就会做出很多 人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有一些公家机关 他在的地方就很好 还有在桃花穴上面的 对不对 我是听过一个小学 那当然是 当然是 那个是他们讲的 说这个小学里面 有太多的老师 都是夫妇 就一对一对 本来是单身 对 本来是单身 进去之后 就取学校的老师 自己老师也是取学校的老师 不然因为讲说那个地方 好像记得是个国小 这样子 就叫做桃花穴 进去的里面都 不结婚也难 桃花穴的部分 你们过去人讲 立法院也是一个桃花穴 就是桃花穴一样 对 因为匪文 营村院 乱讲 桃花穴比较好听 讲营村院多难听 听说这个苗栗的盛兴车站 好像是被日本人破坏的风水 那是怎么回事 那只整个是因为 它原来是山脉站的地方 它就给它盖的车站 盖的这一个棚架 之前就是要破坏风水 把那气就接住了 就不会自己往上撑 因为盛兴这边过去 以前他们讲说这里会出房地 结果它一破坏掉 整个龙脉都断掉了 所以自动就化解掉的情形 刚刚老师讲那个南投线路 它是新盖的大楼 但是旧的大楼 像刚刚校城 像台北宾馆那种花穴 我现在讲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也没办法 这间叫做司法院 对 司法院这就没求了 我想讲司法院很奇怪 因为这边